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还不睡啊 不累吗 累 但是我不想睡 你要是再不睡 我可就不让你睡了 早上好 顾先生 早上好 顾太太 早上好 顾太太 没有银子 卡的距禅 我不说过 好 顾太太 因为不信了 你不说天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人思想怎么那么龌龊呀 年轻人 被节制 行啊你 看我怎么收拾你 一天就在这儿胡说 好了好了好了 我来跟你说正事的 黄总留下来的客户呢 咱俩还得重新维护 我约了虎太和盈润那边 好 没问题 那我去盈润那边 不过 这个林总 口碑可不太好 你放心吧 这样的人 也不是之前没有打过交道 搞得定的 那你注意安全啊 我看 注意点你吧 也是 顾身 那你之前 不是不愿意跟我回家 而是因为这个 顾身 我活着呢 唯一的好朋友啊 也不见喽 孙子 你今天更漂亮 我去厨房给你弄点好吃的 我去厨房给你弄点好吃的 老板 手稿不是你偷的 干嘛要承认啊 没区别呀 反正都是坏人 就算没偷看 你的方案稿 我也偷看了你的竞价报表 那个是假报表 聪明人 有手段 炫耀完了吗 你非要这么说话吗 你一定要证明 我又蠢又丢人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为我之前的举动 给你道歉 不必了 我们以后不用再见面了 子珍 不要闹小脾气了好不好 我闹小孩子脾气 好啊 那我就闹脾气给你看看 季川 从今天开始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就是之前从灿祥出来的孙经理 她跟黄总监一直保持联系 就是她 趁着我们不在公司 把手稿给偷走了 还说我们自己的安保没有做到位 这日房夜房 假贼南房 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所以 我已经想好办法了 那方案已经通过了 嗯 你不在这段时间啊 大家都特别想你 我也是 这不是顾太太吗 不好意思 黄总监 我今天回来复职 真是荣幸啊 这顾太太大驾光临 我是不是 该给您铺个红毯啊 我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灿祥这座小庙 容不下您这顿大佛 赶紧去人事办手续 给我滚蛋 该滚蛋的人是你吧 顾身 你怎么来了 我老婆被人欺负了 我不得帮她出出气吗 顾身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灿祥 不是你们刘金 黄总监 纠正一下 以后这里 姓顾 你什么意思啊 今天上午 我们已经完成了对灿祥的收购 以后这里 是刘金集团的子公司 什么 你把灿祥收购了 这得需要多少钱 钱不是问题 重要的是你不用受委屈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大可以去行政处问问 这里到底幸不幸苦 哦对了 现在去人事部办手续 你被开除了 你 好啊你们 给我走着瞧 好啊 那以后灿祥就交给你打理了 这么大的公司 我一个人怎么管啊 这不是还有紫针吗 那以后 所有灿祥的事物 就由你来负责对接了 嗯 林总真是年轻有为啊 林总 您谬赞了 我们灿祥呀 还要仰仗您的照顾